新时代新希望 独家采访 聚焦热点 新时代新闻 大家好 我是汉婷 今天是10月31日 来关注热点话题 顿巴斯战线乌军面临崩溃 泽连斯基坦言撤退真相 兵力悬殊达1比8 根据乌克兰NV UR新闻网和其他媒体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10月3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 针对乌军在俄乌冲突中的一些地区 被迫撤退的情况进行了解释 他指出某些地区的乌俄兵力比 已达到1比8 迫使乌军做出艰难的选择 泽连斯基在接受 北欧国家媒体代表的访问时表示 当我收到某个方向的人员 或兵力比值为1比8的讯息时 我会面临选择 是留下来 也就是死亡 还是撤退几步至最高点等等 他强调 救下士兵的生命是最优先的考量 并认为这是当前冲突的现实情况 与此同时 根据俄新社等俄媒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于29日通报称 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 顿内茨克的战略要地 塞里多沃地区 乌克兰TSN电视台网站报道 乌军少将德米特里马尔琴科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 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进展不顺利 主要原因包括缺乏弹药和兵力不足等问题 马尔琴科在接受前乌克兰议员 鲍里斯拉夫别料扎的访问时表示 我们的战线已经崩溃 这不是泄露军事机密 俄军已进入顿内茨克的塞里多沃地区 他指出缺乏弹药或人力是导致崩溃的主要原因 并强调士兵的疲惫与管理失衡也对战线造成了压力 据报道 塞里多沃地区作为重要据点 位于通往乌克兰物流枢纽波克罗夫斯克的路上 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近日 乌克兰战场传出多国志愿者 协助乌军抗击俄军的消息 战况愈加激烈 影片显示 反普丁的俄罗斯志愿军团一名突击队员 在沃尔昌斯克综合工厂的主建筑中 投掷两枚反坦克地雷TM-62和TM-R-P-6 该处正是数名俄军藏匿之地 另外 在拖列茨克方向 一名波兰志愿者成功击退俄军进攻 经过多次精准打击 波兰战士在壕沟中击杀两名俄军士兵 并迫使其余俄军在无人机袭击下带伤撤退 乌克兰战场上的外籍志愿者来自各方国家 其中包括一名亚美尼亚志愿者 帮助乌克兰军队作战 使用瑞典提供的PV-1110型无后座力炮 自己一个人扳炮弹 然后再向俄军瞄准开轰 此武器增强乌军在战场上的火力支援 也显示出国际志愿者的支援 在乌俄战争持续的情况下有一定的帮助 韩联社报道韩美防长会晤后的联合声明指出 两人明确表示 朝俄军事合作有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包括非法军火交易和尖端技术转让在内 双方一致强烈谴责朝俄军事合作范围 从军事物资扩制派遣兵力 声明称 韩美今后将模拟朝鲜动用核武 等更具现实性的情况进行联合军演 该声明还包含两国通过核力量与常规战力整合 推动核资商小组课题取得进展 提升美国战略武器调遣韩半岛的频度等内容 据华盛顿和首尔称 约有一万名朝鲜士兵在俄罗斯 但他们的任务尚未明确 但五角大楼周二表示 在与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发现了少量朝鲜士兵 专家表示 作为这些部队的交换 朝鲜可能会寻求获得从监视卫星到潜艇等军事技术 以及莫斯科可能提供的安全保证 美国和韩国周三呼吁朝鲜从俄罗斯撤军 担心派去的士兵可能被用来在乌克兰作战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在五角大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呼应韩国国防部长金融眩的呼吁说 我要求他们从俄罗斯撤军 奥斯汀继续说道 美国将继续与其盟友和伙伴合作 阻止俄罗斯在战斗中使用这些部队 同时强调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 他说 如果朝鲜军队在这场冲突中 与俄罗斯士兵并肩作战并攻击乌克兰士兵 后者有权自卫 他们将是共同参战者 你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会在战斗中伤亡 美国国防部长进一步指出 朝鲜士兵正在分发俄罗斯制服和装备 在俄罗斯军队占领乌东顿涅茨克地区的 梅都塞里多夫 塞里达夫以及美国正式朝鲜部队 已经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参战之际 乌克兰周三10月30日 宣布展开新一轮的军事动员 再征召16万人入伍 法新社报道说 几个星期来 俄罗斯军队一直在乌东顿涅茨克地区的攻势中取得进展 并在周二宣布完全控制了塞里多夫 该地区的约2.1万人口 已经逃离了俄军连续的无人机和火箭攻击 同时 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 对朝鲜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越来越担忧 美国五角大楼周二表示 朝鲜的少量部队已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 乌克兰军队自夏季跨境突袭以来 一直坚守在该地区 泽连斯基10月29日还与尹熙悦进行了紧急通话 泽连斯基表示 他和尹熙悦同意加强两国合作 交换更多情报 并对平壤的参战做出具体回应 朝日本海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飞弹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也指 北韩当天向日本海发射一枚洲际弹道飞弹 据韩联社报道 南韩联餐表示 军方发现北韩31日上午7时10分 台湾时间上午6点10分左右 从平壤一带对日本海发射弹道飞弹 可能是以高阳角发射的远端弹道飞弹 南韩已提升戒备态势级别 与美日相关部门密切共用北韩弹道飞弹资讯 维持万全的警戒态势 北韩中央通信社最新证实 称该美远程飞弹的飞行时间与高度均创下新纪录 极可能是新型飞弹或有能力打击美国内陆目标 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 日本政府相关人员上午8时20分台湾时间57点20分透露 推估北韩这枚弹道飞弹上午约8时36分 将落在日本北海道澳沟岛西方约300公里的 日本专属经济区EEC外侧的日本海 日本海上保安厅上午8时40分台湾时间57点40分公布 根据防卫省资讯 这枚弹道飞弹已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EEC外侧 南韩美国国防部长当地时间30日 才在美国华府举行安保会议SCM 以最强烈措辞谴责北韩派兵援俄 北韩随即发射飞弹可能有意表达不满 同时企图分散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关注 此为北韩今年首度发射洲际弹道飞弹 距离去年12月18日发射火星18型洲际飞弹 已超过10个月 这也是北韩即上月18日后 时隔43天再次发射弹道飞弹 北韩9月18日发射了弹头重量达4.5吨的 新型战术弹道飞弹火星炮11柄-4.5和巡翼飞弹 以上新闻由李方编辑整理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